同樣是在過年期間 有一名大約30歲做柔的路主 由他的紅塞培董 跟他一起第2瀟紅大隊黨區分隊來救助 原來他是因為掛在柳手 手掌頭上頭的一個分手機 拿不到來 而且手掌頭已經爭到很嚴重 實在是聽到不懂 這會決定 關鍵到瀟紅分隊來尋求幫助 該一名30歲路主 立場處是由紅塞培董 跟他在柳檔區尋求 並隔在瀟紅林園 他手中的這家鑽著手機 卡在枕頭上 你這家手機像萬一貌貌的感情跟回憶 本來想要自己拿下來 沒輸到越勇越嚴重 好在瀟紅角燈檔附近 這會一套救助瀟紅隊 這位夫婦表示這個戒指具有紀念意義 希望可以以不破壞的方式將它取下 那我們經過多方嘗試之後 發現如果不破壞的話 很難將它從手上取下 那我們跟家屬溝通之後 那就是用我們的戰術檢將它破壞 那雖然之後夫婦表示很可惜 但是也是很感謝我們消耗能力的 福祉的方式 這方面的情侶 你到上局時 這位路主跟紅塞都希望 你沒有破壞秋季的狀況下 將秋季抵擾 但在瀟紅年外賓國 並使用各種方式都沒辦法成功 最好經過的路主動議 才使用破壞器材成功抵擾 你現在路主生涯很痛 不過他也是很感謝瀟紅年外的協助 讓這對紅阿母的黑暖相救 真的是合處兵 所以我們就要面對其他彩虹 好的 對